請您收下 我跟著董事長十一面 一言不合就扔東西 你也不想想 這份名單要是被別人看見了 又該買成風雨了 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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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你這個有聚館聚館 聚館 聚館 聽聽 去去去去 走 笑容看 您拖上的號碼 暫時五月天氣 請消防散播 抱歉 可不可以收到 哎呀這天心怎麼老不接電話呢 你給我留電話號碼幹什麼 對對對 來不在這兒 您慢走啊 歡迎下次光臨再見 小龍 帥爺 怎麼滿頭大汗呢幹嗎呢 夜跑 最近不是很流行夜跑嗎 帶來身體 老闆 把幫我來買奶茶 哎 説爺 這邊有客人了 好 那我去忙了啊 説爺 拜拜 歡迎光臨 快請進 快點快點 小龍哥 還有一餐廳 不可不可以 就在這兒先住這兒吧 别到处乱跑啊 知道了 这都是你们小时候的书啊 怎么都留到现在啊 这些书都是我爸爸 不愿意扔 是要留给我们做纪念的 这些东西要是我的 我早就扔了 有点乱 你一会儿自己收拾一下 没事 这都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你放心 我会收拾好的 行 也不是这样做对不对 有人吗 有人吗 有没有人听到我说话啊 有人吗 有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是建功集团吗 是那个什么 因为我刚才语音电话 我接那个案了那个秘书室 没人理我 那个 我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黄天心的爸爸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我一定想请问一下 他现在还在单位吗 王秘书不想问这电话里没人接 你可以打他的手机试试 王秘书的父亲刚才打了电话 说他现在还没有回家 电话也不通 看起来还挺着急的 赶紧 徐德办公室确认一下 是 至于是 对了 那是 是 是的 是 就是 好的 你是 是的 你 房秘书 房秘书 你在吗 房总 我在 我在 房秘书 你怎么不出来呀 那个开关在里面 我要是能开门 你会待在这儿吗 那好像是锁坏了 你等着让我给你叫人去 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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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有点害怕 行 行 我不走 房秘书 你在门旁边吗 是啊 你让开 你让开 房秘书 你没事吧 房秘书 我 这 这门怎么太 你干什么呀 你干吗 你就算找我不顺眼 你也不能把我锁在这儿 你还要帮人家 我确实没想到 他这个门会坏了 你冷静一点 我这不是来救你的吗 啊 你别哭了 好不好 我房秘书 都能认识你之后 我这边没有来远倒门 你这去哪儿啊 我顺便送你 不用 我把公司里问有小人 说我电话 什么小人 说的就是你 这么大事 有什么小人 aber 怎么着急 我 从来 他潇指 些啊 严bo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啊 你这小姑娘不是已经走了 怎么又回来了你 四天星马上叫什么 已经走了 走走走走 喂 小姑娘你怎么又回来了 她是谁啊 她是 她 她 姑娘 你没事吧 你要不要上厕所啊 姑娘 长龙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可以好好说 这姑娘不是走了 她怎么又回来了呢 还把你姐姐吓一跳 你姐姐心脏也不好 你不是不知道 不是 爸 这个事她一两句话她说不清楚 我 你是不是欠人家钱了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欠一个小女孩的钱 难道 你跟人家那个了 哪个了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这 这 我的天哪 你有没有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啊 爸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 那你怕什么 你要是跟人家没点特殊关系 你把一个姑娘 藏在我们家里干嘛 我的天哪 你怎么说话 老坑坑爸爸 你老老实实说 你别藏着掖着 这事不是开玩笑的 好 你一没借情 二没做对不起人家事 你说你人家怎么又回来了 这事 你让大家怎么理解这事 这 就是 爸 爸你知道她今天早上 她第一天来上海 她在这 她又没有亲戚又没有钱呢 是吧 我看到一个女孩 那么可怜 我 现在还有这么缺心眼的女孩啊 那一个女孩 我不管她什么理由 到了上海 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 还不带钱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怎么不符合逻辑了 她带钱了 她带了八千呢 她 哦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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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你别装了啊 你都说漏嘴了 说 八千去哪儿了 小偷偷走了 小偷偷走了 嗯 真的 真的 哦 哎呀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瞎折腾你 刚刚姐姐她不给我机会 刚刚你看 她 你看 这个女孩 她是因为我才来到上海的 我没有好好招待她 她好不容易攒的钱 还都被偷走了 我要是在这个时候再不去帮她的话 我是不是太没人情味了 我说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有资格管别人吗 不是 我又没招你帮忙 你招什么急啊 哎 你要做午夜游民可以 你就整天游手好闲呗 别捞闯祸 弄得家里鸡犬不灵 喂 我是你养大的呀 再说了 这个家里边花钱最多人就是你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好好 还有我这两天我也没闲着 我一直都在找工作呢 对 你的找工作 就是一天到晚犯法 干一些违法的事 弄上公安局 你丢不丢人啊你 传销组织已经被警察抓了 你干嘛捞车我麻烦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没一句正经的 我都回屋里去 我都回屋里去 他都走 他都走 哎 怎么样啊 你身体哪不舒服啊 啊 小姑娘你 房小龙 小姑娘肚子有两三个月了吧 啊 有吗 你要死了 偷偷摸摸摸把人肚子都搞大了 不是啊 你趁着脖子还有理了 啊 你一点都不省心 做出这种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你爸不敢打你 我可敢打你小姑 我告诉你 不是姑 不可能啊我跟他 哥儿 你听听啊 听听他的呕吐声 姑姑我是过来人 我有经验 我敢保证他肯定是怀孕了 没可能姑姑 这 爸 你又生机当爷爷了 快不开心 你生机洗啊 真能干 真 什么什么东西就真能干 怎么样了 好点干嘛 吐完以后收入多了 对不起啊 我刚刚吃太多太快噎着了 姑姑 好 黄伯伯 姐姐 哥哥 你们好 我叫李悦悦 是不是该有人到家了 我还有报告没看过 我想上去 哎 哎哥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 行了行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没关系 我们家的人 不会看到你见字不就的 所以说 我已经跟我爸爸商量过了 让你暂时地住在我们家 不好意思 我不同意 毕竟我们都不认识 总不能让一个陌生人住到家里 总不能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吧 姐 你这不能一步入社会之后 你就看谁都想坏人 你这也太没人情味了 这跟人情味没有关系 这是原则问题 就像天忆说的 家里不是帮你收拾烂摊子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既然是你们的事情 就自己解决 不要轻扯家人 他又没钱 他在这儿又没有什么亲人 你 你总不能让他睡大街吧 也对 天忆 这三更半夜的 把这小姑娘给撵出去 是不是太什么了点啊 让小龙 让小龙陪他去找个酒店 一个酒店要两三百块钱呢 他要是有钱住酒店的话 还来咱们家住 反正我表态了 我不同意 好人难做 坏人也难做 行 我就做一次主 就让这小姑娘暂时住下来 爸 这样都不行 好人啊 看我怎么治 什么鬼 车都吵不醒你啊 你这样都能睡啊 那我放大招 来 放大招 打什么了 快点 没事没事没事 他醒了 谁打的我 你打的我 你有什么东西打的我 你有时候打的我 你的时候是铁专的吗 我的鼻子快被你打弯了 没事 这俗话说得好啊 一日之际在余晨 早上时间不好好利用 那一天都荒废了呀 房伯伯早上五点就起来做面 姑姑六点就起来做饭了 我还把全家人的衣服都洗了 天心姐 天忆哥 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全家上上下来的 就你还在睡懒觉 你懂什么 咱们的节奏不一样 我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的 那么请问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三点多才睡 你在干嘛呢 我 她能干什么呀 那肯定在玩游戏呀 就是那种会喷火的龙 姑姑 你既然醒了 就别再睡了 我能不能拜托你啊 以后每天 在该吃早饭的时候 你就起床 我年纪大了 不可能每天给你们做 两顿早餐吧 起来吧 你为什么要每天都过得 那么浑浑噩噩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喂 连你也看不起我是不是 干嘛 想动手啊 你捣得过我吗 我吃早饭了 饭都凉了 好的姑姑 你快一点 别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乐意 有谁对我这种菜的吧 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产品 乱七八糟 他以为他是谁啊 不就是个秘书吗 尽管让我去见董事长 不是董事长给的权利 他也不敢呀 年轻漂亮又能干 董事长啊 我被他迷得十四才怪呢 就是年龄大了点 他才三十多 可董事长已经六十多岁了 肯定把他捧在手心里啊 就是啊 行了 玩笑归玩笑 这话啊 让别人听去不好 这事啊 也不止我们再说 整个董事会都在说呢 有房秘书夫生啊 心虚只是一瞬间的事 谢谢李教授 再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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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说什么 我不管 但是我问心无愧 我只做我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一点大家也都看得到 你觉得这个还是怎么样 那边对吧 董事 这什么意思 门都不敲你就进来 这太没规矩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我都看见了 他手里拿的是戒指 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没有什么要向你解释 这也没什么情况 房秘书是在执行我的命令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先出去 我出去 董事长 干嘛不跟王总说清楚呢 你也看出了 他还没做好准备 接受我再婚 我也没想好 该怎么跟他说 董事长是很在意 王总的 只是他还没有感受到 我要跟一曼商量一下 看怎么能让他接受 不过之前 还要委屈你一下 没关系的 反正就是个误会嘛 这个大小 一曼会合适吗 我会按照你给我的尺寸 让商家管好 董事长放心 这个设计很特别的 谢女士一定会喜欢 好 董事长 你已经回来了 待会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